大家好,大家应该都还记得10月份的时候我们这里Costco有卖这种国菊的 当时我买了好几盆回家,回来以后因为长得非常的大 我还给它们换了盆,当时都做了视频和大家分享了 这些菊花买回来以后真是不敢让它们冷着,不敢让它们热着 水怕多了,水怕少了,又怕光线太强把花给照坏了 又怕光线不够,它们生长不好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养国菊,百般伺候的到了11月30号 你看看,它们还是开拜了,真是应了那句话花五百日红 那么我们在它开完花以后应该怎么办呢 我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花开完了以后尽快的把它们剪掉 不要让它们更多的消耗养料,那样的话会影响明年继续开花 那么底下新开出来的一些小花怎么办呢 第一,这些小花已经变了颜色了 你看顶上是原来有一点籽里头带粉的 但是现在下面开的这些花淡淡的一点点粉 大部分都已经变成白色了 你如果想留着看也可以 因为当家里的光照或者温度发生变化以后 它的花色也会相应的变化 一般来说家里的光照肯定没有暖房里的好,所以它光照比较弱 而且土壤里原来带来的养料到这个时候也消耗的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养分不够充足,花长的不够壮,开出来的花颜色也就比较浅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就决定还是把它们都剪掉 当然如果你要留着那些小花看,只要把头剪掉就行了 剩的等着下一次再剪 如果要剪的话很简单,就要从根部留下大约一寸左右的长度 然后把它剪掉就行了 我们当时换盆的时候可以看到从旁边的根部已经长出一些新芽 这些新芽现在从土里头冒出来 我不知道在车库里头放一冬天以后明年会不会长出来 但是我就不剪它们都留着 另外我适当的把旁边的叶子修了一下 因为在它的休眠期尽量的少让它消耗 我查了很多资料,也问了一下之前养过菊花的朋友 它们都是放在车库里 我家车库冬天的时候很少到零下 基本上都是在零上三到五度的样子 当然个别特别冷的天也还是会到零下的 但是那个地方是比较好的,留存它们的地方 这样它们有机会休息 放在家里头其实并不好 因为家里的温度比较高 它们可能太热,没有机会好好休眠 对明年的生长和开花其实是不利的 看看这些叶子 当初我修剪完以后 因为比较忙没有马上搬到车库去 放在家里头比较温暖 它这些叶子反而都长得很大的 这样会比较容易消耗掉它的养料 现在来看看这一盆 这一盆当时是金色的 从超市买回来的那一盆 剪掉以后放了几天 不知道为什么它都干枯掉了 可能是水太多 也可能空气太温暖 我们明年再看看情况吧 到时候我会来和大家更新 看一下,这个就是它刚买来时候的样子 那么放在车库里的这些菊花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管理的 每隔十天半个月看一下 如果它的土壤干了 就需要适当的浇一点水 这些水千万不能浇多了 不是像平时浇花那样把它们浇透 而是使得土壤稍微的保持一点湿润 让它们安安静静的休眠 到了明年春天 我会和大家来更新一下 看看它们的情况 希望它们明年都能回来 并且开出艳丽的花朵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